各位股民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红利软件股票学堂 我是吕肇军 继4月和5月我们推出了经典的系列课程 高手炒股13招之后 我们于本月6月推出了新的一个课题 叫做新马八大金股的秘密 那么如何才能在股市中很好的赚到大的利润 很多人都归结于两大重点原因 第一个是否处在一个大的牛市 我们把这个因素叫做大势分析 第二种很多人把因素归结为 有没有买到金股牛股黑马 因为买到一只大牛股能够抱住 当然能够获得大的利润 而一旦买到一只大烂的股票 那么这一轮市场的大账也会化为乌有 所以我们对于股票的选择历来都是非常重视的 那么为了帮助广大新马地区的散户能够对新马地区股市的特点 尤其对于最近一到两年中特别强势的股票 他们一定有一些共同点 我们今天要通过这一系列节目 帮助大家挖掘出这些金股的秘密 通过市场的语言 让大家在未来去总结发现更多的牛股 去获得更大的利润 好下面让我们来开始本次系列课程的第一讲 在开始本次系列课程第一讲的之前 让我来简单的对本次的系列课程的播出时间 播出题目和主讲老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我们看到题目是修炼新马八大金股的秘诀 六月具现 那么课程一共分八讲 历时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竹江老师多为红利集团的资深讲师 那么本次我们是特意选取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当地红利 比较受欢迎的老师 以及在红利集团讲师部比较有口碑的老师结合讲解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时间 六月四日第一讲 剖析八大金股的蛛丝马迹 讲师为吕肇军 六月八日第二讲 黑马成长的摇篮 讲师为杨胜军 六月十一日第三讲 道破金股启动天机 讲师为赵克伟 六月十五日第四讲 黄金踏浪爆金股 讲师为丁杰辛 六月十八日第五讲 金股爆仗的终极武器 讲师为李泽文 六月二十二日第六讲 红白双剑斩黑马 讲师为胡言景 六月二十五日第七讲 金股仗跌有乾坤 讲师为李强 六月二十九日第八讲 林波微步追金股 讲师为吕肇军 大家通过这一课程题目 会发现大部分主要针对的为选股方面的一些特殊技巧 结合红利软件 帮助各位能够在市场的纷繁复杂变化的环境下 拨开重重的迷雾 看清牛股黑马的面目 以达到在未来获得巨大利润的目的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展开课程的学习 那么今天呢我将主讲的为第一讲 也就是我们大家要对他最吸引人的一个题目 那就是我们到底选取了哪八只比较强势的金股 作为我们这八大金股呢 那么当然了西马地区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相通点的 所以呢本次的第一讲呢 我也是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来慢慢的揭开这八只金股的面纱 那么我也会用红利软件的一些独特的指标和功能 结合红利软件的经典投资理念 帮助各位来理解金股和牛股黑马的特点 好让我们来开始进行本轮课程 那么在开始本轮课程之前 可能有很多人对我还不是很熟悉 那么这张图片呢是我的个人介绍 那么上面已经写到在中国 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印尼等地 我都有授课经验 那么对很多股民的实际交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较了解 所以我也相信今天我的课程能够帮助到各位 一旦能够在某某几个点上给听课的人以带来启发 那么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好下面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课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课程内容提示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 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为股市成功者的修炼之路 主要讲解股民到底应该从哪个基础开始进行修炼 慢慢达到中级最后达到高级的第一步 那么第二点呢是股市交易三要素 股市交易三要素重点讲解了做股票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如果能够把这三个部分重点学好和练好 那么股市交易也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的青马八大金股展示 第四部分为红利软件特色功能分享 我们要通过红利软件的投资理念 结合红利软件的特色功能来讲解 具体如何能够通过知识工具和良好的心态 把握住这些金股 好在具体开始讲解之前 让我来简单的和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要先讲解股民的成功修炼之路 大家都知道在任何一个行业 能够成为成功者的永远是少数 因为少数人往往掌握着真正的成功真理 他们的理念 他们的方法往往和大多数人是不一样的 这就好比我们很多人非常普通的做股票的想法 可能你问到一个股民 他马上会告诉你 如果做股票应该低买高卖 肯定赚钱 如果做股票应该买好的公司赚钱的公司 如果买股票应该在经济环境条件好的情况下来做 这些都是我们普通人给出的回答 但其实这些并不一定真正能够帮助您在股市成功 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对于绝大多数散户 尤其是那些喜欢中短线投机 而不是真正的所谓的长期投资者的股民 更应该听一听我为您分享的股市成功者的修炼之路 好下面让我们来开始下面的课程内容 第一个部分 首先我们来简单的和各位分享一下红利的经典投资理念 何为投资理念 投资理念我们在英文里叫investment philosophy 那么它是指具体应该要赚什么样的钱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回避风险 尽量赚哪种风险下的钱 所以其实投资交易说到底就是将风险尽量变低 让利润尽量变大 也叫风险和收益的比例关系 而大多数股民在进入股市的时候 很少会想到这个问题 他们大多数想到的只是想如何赚钱 如何赚更多钱 很少有人会想什么样的钱不能赚 什么样的钱最好不要赚 因为只有想了这个问题的人 才是开始变成了真正的专业人士 或者说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成功者 这就好比一个人做生意 他如果有原则 他应该很清楚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不是所有的钱都可以赚 那么红利的经典投资理念 三句短语 让我来简单的和各位分享 其实先大后小 大多数情况下简单的含义告诉我们 在选择个股之前要先判断大势 如果大势较好 如果大势较差或者不明朗不适合做股票 其实第一条的含义可以理解为先回避掉大势的风险再去考虑做我们的个股 所以叫先大势后个股 第二条也十分经典 叫做先长后短 指的是先分析这只股票的中长期趋势 再来考虑他的短期交易的机会 此方吧 其实是为了回避中长线下跌趋势的风险 同样告诉我们哪一种钱是不可以赚的 例如当中长期趋势为明显下跌趋势的时候 如果我们抛开中长期趋势 只看短期来交易股票 也许可以赚钱 但这绝对是冒着高风险来做低收益的一种交易策略 好 第三条是做熟不做生 那么做熟不做生呢 其实简单一点讲就是尽量交易自己熟悉的市场 交易自己熟悉的股票 讲到这里呢 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么曾经有一个新加坡的股民 他向我呢 进行吐露心声 他说吕老师 我觉得新加坡股市真的很难做 股票呢 每天没什么交易 交易量很小 这样的股市怎么能赚钱呢 我决定要转投中国和美国的股票市场 我就问他为什么要转投中国和美国的股票市场呢 他说中国和美国的股票市场波动性更大 机会更多 所以赚钱一定会很快 于是我就问他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说您在新加坡股市操作如何 他说我在新加坡股市做的很惨 输了好多钱 我说新加坡这个股市 波动不大 而且你很熟悉 你都会亏险 那么到了中美这样的波动大的股市 而你又不熟悉 那结果会怎样呢 他自己回答到 那会死得更快 对了 这就是我们简单的和各位分享 为什么尽量 如果你没有把握的时候 要尽量交易自己熟悉的市场 和熟悉的股票 这样的话成功率也会高 那么简单一点讲 是为了回避掉不熟悉的市场 和不熟悉的个股的风险 好 讲完了刚才的这个理念 我们接下来呢 来讲一下今天的第一个部分 这个呢 是我为广大的投资的散户朋友呢 准备的一个股市成功者的必经之路 他呢一共的有三个重点的部分 需要股民的进行一步一步的修炼 其中的第一个部分的第一个栏 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是投资理念 那么投资理念有很多种 譬如刚才我讲的红利的投资理念 先大后小 先长后短 做熟 不做生 当然也会有其他的投资理念 第二条交易系统 一般指的是 做股票交易时 如何判断大事 如何选择股票 如何确定买卖点 如何进行止损 如何进行仓位控制等等 第三个部分为股票与股市的预测技术 譬如最近我们一直讲的时间变盘点 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讲的时间变盘点有提到5月4月3月还有我们这个6月的变盘点 比如我们提到6月21日为一个6月的变盘点 它是一个小的转式变盘点 那么这样的内容就属于时间预测 当然股市还有一种预测 那就是空间预测 例如一只股票能够在未来涨到多少钱或者跌到多少钱 这一般属于空间预测 所以预测技术为第三个部分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股民到底应该如何让自己的交易变得更加专业呢 我们的给出的建议是要一步一步进行这三种知识的修炼和学习 首先呢 左侧呢 这条线呢 为起跑线 右侧呢 这条线呢 为终点线 那么这样的效果里如何操作呢 首先来看一下 所有的股民应该先稳稳的确定和遵守自己的投资理念 因为投资理念就是您在没有交易和买卖股票之前 为自己设定的一个避风港 它可以让你回避掉一些完全没有必要去冒的风险 譬如红利的投资理念 好 有了投资理念 其实的理论根据就是安全第一 而且这样的效果一般理念为投资交易的一种基础 只有先打了坚实的基础 未来才可能很轻松的赚钱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当你有了安全第一 当你有了安全第一有了基础会的投资理念 他并不能保证你一定赚多少大钱 而只有在有了投资理念之后 并且能够非常遵守一个自己经过了实践总结的交易系统 那么跟随此交易系统严格执行做一个有纪律 有原则的股民 有原则的股民那么就有可能在股市中成为一个真正的赢家 那么其实很多股民的目的在股市也就是想成为赢家 但是赢家并不是指每天每次都赚 他是指能够保证自己持续获利 大赚小亏 永不被套 那么要想到达最高境界 应该是在这个基础上还能钻研一些比较适合自己的预测技术 偶尔在一些重点的高点和低点 在转折的机会能够提前通过时间和空间进行预测到未来 那么这样的股民就已经晋升到高手的境界 如果一个股民他能够按部就班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的从投资理念下手 再去慢慢的钻研自己的交易系统 最后开始修炼预测技术 那么这个股民就会由一个安全的交易变成了赢家 到最后变成了什么呢 股市的高手 但是这是投资正道 也叫修炼的正途 但是我们都知道任何事情 任何地方 任何行业都会出现旁门左道 因为有的股民可能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 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 他们可能每天想的就是买卖 甚至每天想的就是预测 有的股民遇到了老师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老师你能不能讲一下 明天市场会涨会跌 老师你给我预测一下这只股票能到多少钱 这样的股民如果是有一定的基础还好 如果没有基础 每天只知道进行预测涨跌 预测空间时间 没有了投资理念和交易系统的基础 这样的学习 这样的修炼只属于空中楼阁 很难帮助股民赚钱 所以有的股民从来没有考虑过任何的投资理念 没有任何的交易系统 只是每天乱乱的猜测 不叫预测应该叫猜测 每天你猜我猜大家猜猜猜猜 这样的股民能赚钱 这应该是黄河水都要倒流了 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还有的股民呢 也是他可能拥有一些交易的方法 但是他没有一个很好的投资理念 股市下跌的时候会再次亏钱 所以我们把下面的这三种情况 只要是没有先学习投资理念 上来就进行讨论买卖股票啊 或者预测大势涨跌呀 预测未来的时间空间呢 这样的股民呢 我们都把它称为 其实是一种不及格的股民 这样的股民很难在股市里长期获利 也许能够偶尔赚钱 但绝对不可能成为股市的真正赢家 好了 通过刚才我的简单的分析 大家应该已经了解了什么是股市的成功之路 我可以百分之百和你保证 绝大多数亏钱的股民绝对不是因为别的 绝对是因为第一条没有一个真正好的投资理念 甚至有投资理念从来不遵守 这样的股民呢 也叫没有自律性的股民 在股市是很难成功的 所以如果一个股民不能遵守一定的投资理念 也不能去有守原则 守纪律 这样的股民 我建议还是迟早退出股市 因为股市里面只留给专业的自律的人去赚钱 大多数股民 他输钱的命运是无法避免的 而且还有一些股民 本身钱少理念不正确 而且还不爱学习 那这样的股民基本上就是四个字 无药可救了 所以我们极力推崇那些爱学习的股民 来到我们这里进行学习 只有大家想法理念一致的时候 才可能讲到一块 才可能让我们的合作成为真正的双赢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部分 那么只要是没有投资理念的人呢 都会变成输家 我相信呢 大家也不想变成输家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中天 今天我们重点要讲解的股市交易三要素 这个呢 应该说和刚才的还不一样 因为刚才的我们是讲的整体你需要准备的三个步骤 比如说预测 其实他还不到交易这个问题 那么具体的交易过程中 所有的股民其实一般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那就是你在买卖股市之前 一定会先对大事进行判断分析 到底大事适合做多还是做空 在这个基础上 你可能会选择哪只 哪个类型 哪个板块 哪个热点的股票进行交易 第三个 当你决定了要选哪只股票进行交易的时候 我们还要具体的选择交易的进场点和出场点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也称作买卖点实战 那么这个呢 是非常的经典 也是很多股民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我们在英文的解释 可以讲 那就是我们对大事啊 股票啊 买卖点是一样的道理 比如说 我们大事分析应该是when to buy 那么我们的股票选择应该是what to buy 那么我们的买卖点实战 其实讲的就是buy and sell signal 所以其实这三点都会帮助我们去 真正的在股市的成功 但是你会发现在实际的交易过程中 大家往往会特别重视第三点 那就是 李老师我的买点 我的卖点 有问题 我是买的好不会卖 坐电梯 本来赢钱 最后怎么样 输钱 那么其实我们一直和大多数股民讲 股民是否赚钱 其实绝大多数的原因 60%到70%的原因 并不是买卖点的问题 而是大事的分析判断 以及你交易的各股的选择 这两点决定的 试想一下 如果您判断的大事很准确 在一个上升趋势里买入一些比较强势的股票 那么其实想亏 那么其实想亏钱也是很难的 这好比去年的和前年的中国超级大牛市的时候 很多从来没有交易过的股民也能够在股市里赚钱 其本质原因是大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大事不可能经常处于这样的疯狂 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也要知道 其实股票的选择才是一个股民非常重要的一点 选到了一只牛股 可能每天不需要任何的操作 它会自动的上涨帮你赚钱 买到一只烂股呢 每天睡的时间比你还长 这样的烂股又怎么可能赚钱呢 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剖析新马八大金股的秘诀 其实就是为了总结经验 总结新马股市近一两年牛股的特点 让大家在未来能够抓住更多类似的金股 而且我们会把他的蛛丝马迹里面的一些方法和诀窍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想要听到这个方法和技巧 好 那么在进行这个新马股市八大金股的这个分析和点评之前 我们得先问大家一个小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总觉得牛股 黑马和金股这样的难做 我们总是抓不到 而我们总买到一些烂股呢 为什么黑马总是拿不到 我们总是拿到死马呢 譬如现在途中的这只股票 这是新加坡股票市场的一只曾经很强的一只指数的股票 它的代码是N21 Noble Group来宝集团 那么为什么很多的新加坡股民从去年还有前年不断的抄底买入来宝 输钱了呢 原因是什么呢 有的人会说来宝的业绩不好 来宝的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但是如果用技术分析和我们红利的理念简单的为您剖析的话 太简单了 原因是这只股票 它是一只非常弱势的股票 因为我们现在将新加坡海峡指数和来宝这只烂股进行同频对比 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同频对比的时候 上方的新加坡海峡指数从左边的2014年三四月份一直涨到这个位置 2015年的4月中旬 途中趋势 大部分时间为上升趋势 但是下方的来宝呢 它从2014年的6月份就开始下跌了 所以途中在指数上涨的最后的大半年的时间里 来宝这只股票却开始一直下跌 正所谓大盘天天上涨 这只股票每天下跌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 这只股票是一只弱势股 也可以叫做垃圾股 但是股民就喜欢抄底 股民有的时候就喜欢在垃圾中搜索黄金 但结果什么黄金也没找到 只找到一手的垃圾 那么这个位置就是股市上让 股票却下跌 结果后面股市下跌 股票跌的更厉害 那么在高位呢 大概去年的六七月份的时候 和前年的六七月份的时候 大家可以多个对比 在2014年的六七月份价格还有一块四 现在我们的价格只有两毛九 可见跌幅之大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选错了股 你就死定了 尤其是那些选错了 还执迷不误 一错就错 破罐子破摔的股民 那就更死定了 因为他买错了以后 不但不卖 还会加仓越买越多 最后跟这只股票进行了长期抗战 一般长期抗战都没有什么好结果 既伤钱又伤神 好 那么讲了这么多 无非是想跟大家分享 买到一只烂股 后果是有多么的严重啊 那么如何能够让股民 拨开重重的迷雾 把牛股一个一个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真真切切呢 所以有的时候 真想让很多股民来唱一首歌曲 对吧 叫借股民一双慧眼吧 所以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 能够非常有眼力的伯乐 将千里马收入账下 并且牢牢的抱住 获取大的利润呢 讲是一件事情 做又是一件事情 在一般的方法中 是很难操作的 今天我们所要讲解的方法 就是红利 18年来里面的最经典 最核心的理念 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股票的方法 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方法 那么在讲这个方法之前 我们要提一下 什么叫做股民最喜欢的金股 它一般拥有三个条件 首先 这样的金股经常早于大盘启动 因为大家都会知道这个问题 一般好的东西 强的东西都是提前就启动了 不会最后才启动 不会慢热 第二个 一般账幅夸张 比较恐怖的 超级利润的股票 绝大多数为中低价股 譬如 咱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新加坡 你买UOB 或者在马来西亚 你买马来亚银行 可想而知 这样的股票是高价股 超级蓝筹股 大盘股 一般是很难产生疯狂上涨的 一般中低价股 盘子也较小 也容易拉动 而大股 指数股 这些股票不仅价格高 而且盘子大 那么他的市值高 要想把这样的股票 翻到一两倍之上 这需要的资金 绝对是大资金 而且 这也绝对要遇到一个 超级大牛市 才可以 所以我们讲到 一般真正的金股 都为中低价股 但不见得就是 Penny Stock 也不见得就是仙股 好 第三个最重要 我们为什么喜欢这样的股呢 我们为什么把他们 能够称作金股呢 原因是 他们总是能够在大盘上涨期间 轻松的跑赢大盘 也叫做强于大盘 甚至翻倍 翻一倍 翻两倍 很多股民经过了长期的股市交易 胆子越来越小 余老师 我从来没想过翻倍 我能赚两分就可以 所以股民 人都是在刚开始做股票的时候 信心满满 信心爆棚 胆子超大 做的时间越长 胆子越小 原因是经历了很多股市风云 人也就变得开始保守 不敢操作一些有潜力的股票 也就很难在股市掌握到机会赚到大钱 尤其是当大牛市来临的时候 好 下面呢 就让我们一一的揭开本次新马八大金股的面纱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第一支 这是八大金股 number one 这是一支新加坡的个股 那么这个个股呢 在最近还在一直上涨 这个股票的名字呢 叫做 best world 这个股票呢 代码叫做五一二 这支股票呢 我最近在我们新加坡的一些讲课的上面 还有我们的一些内部课程上 每次讲课都会重点和广大的会员朋友重点分享这支股票 原因是这支股票属于典型的强者横强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很多股民在四毛钱和五毛钱的时候都已经听过 刘老师来讲这支股票 但是呢 很多人在四毛五毛的时候就已经觉得他很高了 但是结果是现在这支股票截止到六月二日 这支股票已经到达一块一毛五 可见强者横强 弱者横弱 股市永远是一个给你更多超出想象的地方 这支股票从2015年的9月30日到2016年的6月2日 一共167个交易日上涨超400% 成为了2016年新加坡股市里的一支超级牛股 那么为什么这支股票会涨这么多呢 我们一会儿会和大家重点分享 所以第一支新加坡的Best World 希望大家注意 那么它的启动价格在2015年的9月30日 只有一毛八到两毛钱这样子 而到了现在已经是截止昨天最新价格一块一毛五 好我们来看一下八大金股 No.2 这个是新加坡的Codlife 代码是P8A 这个股票呢 我们在2015年讲的最多 因为在2015年我们新加坡指数在绵绵下跌的时候 这支股票确实展现出了它的风采 一路逆势上扬 跑赢大盘 我们很多股民即使在去年下跌的市场里 依然通过这支股票获得了一些不错的利润 可见呢 选股是多么的重要 有的时候 甚至大盘不好的时候 依然可以选到一些牛股和金股 跑赢大盘 超过大多数散户 那么这支股票 Codlife 从2014年的11月17日 到2016年的1月26日 历时297个蜡烛 那就是超过了一年 那么一共上涨超过130% 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那么在低位价格大概是七毛四 那么高位呢 这里达到一块七毛二 那么可见呢 这段时间这支股票也是非常牛的 而且我觉得这支股票呢 也非常能够代表在去年里 一支逆势上扬的牛股 我相信广大新加坡的股民是很有感触的 对于这支股票 好 我们来进行第三支八大金股 No.3 这是Citinin 这个股票的代码是5HG 这个呢 股票呢 可以说在之前呢 并不活跃 它仅仅是从15年的9月23日 截止到昨天一共是129个交易日 上涨近400% 价格从只有两毛不到 涨到今天的最新的八毛一分钱 可见黑糖强啊 所以我们大家会发现 其实新加坡股市不是很强 但是还是有很多确实不错的超级金股 留给各位进行去发掘 好 这是第三支 好 我们进入到八大金股 No.4 第四个 MM2 Asia 代码是43D 那么这支股票呢 从2015年的2月25日 上市不久 到现在的2016年的6月2日 其实这支股票呢 还应该属于一只次新股 因为整体上市时间 也就两年不到 那么这支股票呢 308个交易日 上涨近500% 价格呢 从不到一毛 到现在的六毛四 很多呢 咱们新加坡的会员啊 还有很多的散户呢 都买到过这支股票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持住 或者真正获取大的利润 所以说 还是那句话 千里马 常有 而伯乐 不常有 我们一旦能够让自己变成伯乐 那千里马 是太容易找到的 好 以上是刚才前四支 捐为新加坡的个股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 在本次的新马八大金股的分析里面的后四支 马来西亚的四支金股 第一支 这是0065 那么名字叫Excel Force 这个股票呢 相信的各位应该印象很深了 我们之前曾经在这个位置讨论过 因为当时在我们的牛股集讯营栏目里 讨论过这个位置的蜡烛呢 出现了一个长上影线 那么这个蜡烛呢 非常的像射击之星 那么根据蜡烛的知识呢 射击之星呢 是一根看空的蜡烛形态 所以呢 有的股民呢 就卖掉了这支股票 结果呢 后面还涨 那么当时呢 我就提到过这个问题 四金股可能即使出现了所谓的一些形态 还有可能上涨 那么00165呢 这支马来西亚的金股 从2015年的8月25日 到今年的5月23日 历经182个交易日 上涨近280% 哇 很厉害啊 价格从5毛多涨到将近两块 已经是很厉害了 所以说呢 其实啊 马来西亚也罢 新加坡也罢 股市里的牛股真的是遍地都是 而且每一轮都会出现一些超级牛股 不是一只两只 一定会有很多只 那么我们也只是挑选了其中的几只 好 我们来看一下八大金股 number six 这也就是马来西亚的第二只 叫top globe 这一只呢 代码是7113 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这是顶级手套 我们选举的时间是2014年12月17日到2016年的1月20日 一共呢历时269个交易日超过了一年交易日之间内呢上涨近 250% 那么这个呢 价格从两块 涨到了七块多 可见呢 这股票是超级牛了 很多股民总会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这么牛的股票 为什么我们只是能买到很少呢 为什么我们抱不住呢 当然了 一部分是我们人性的弱点 因为我们讲到过赚钱的人呢 一般不太容易抱住股票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股票 他有很大可能性 变成一只超级黑马 超级金股 所以你才卖掉 那为什么你不知道呢 原因是你还没有听过吕老师的这些课程 我一会呢 会给你分享 为什么 好 我们来看一下八大金股 number seven 这是Taxin 7200 马来西亚的一只股票 从2015年的8月25日到2016年的5月18日 历时178个交易日 上涨近300个巴仙 价格从三毛五涨到现在最高一块四 这个股票在去年的年尾 也就是去年的末端12月11月 这段时间啊 这样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所以呢当时呢 呃这只股票也是比较风靡的 那么这个也是非常的牛 那么我记得当时呢 我去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呀 宾城啊 还有呃去东马 诗屋啊 古进讲课 这只股票呢 受到当地很多股民的喜欢 原因是 它确实是非常的活跃 也非常的强劲 啊 来看第八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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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家都很熟悉了 这个代码呢 是5099 那么我们每次去马来西亚讲课呢 都乘坐L一车 很多人说L一车确实是比较赚钱的公司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这几年机场翻修啊 这各方面都在变呢 我们不可否认一些股市的基本面 但是不得不讲一件事情 基本面绝对不是股票上涨的唯一 或者真正的百分之百的原因 我们需要找到的并不一定是上涨 或者下跌的原因 我们需要找到的是哪里 哪只股票是有可能成为未来的黑马 未来的牛股 甚至有可能成为未来的金股 所以呢 L一车当时这个价格从七毛五 涨到了两块五 在188个交易日内 这边有188个交易日 涨了有将近两百个巴仙 这个很吉利的数字 188 那么以上我们讲的八大金股 大家看的应该是很过瘾的 但是很多人说 李老师这八大金股啊 很多我也买到了 但是我就没有暴露 那就是你买也不知道你是怎么买的 你就算买到后面你也不知道它是非常有机会成为一只金股的 这样的情况下就属于买的是不勒不勒的 爆的也是不勒不勒的 卖掉也是不勒不勒的 钱赚的也是不勒不勒的 我们当然希望自己能够非常清醒的赚到钱 而且非常清醒的选到牛股票 未来也能在股市赚钱 那么如何让一个股民在股市中变得非常清醒 能够每一次在大牛股大黑马大金股启动之前 就能够通过一个专业的实战的方法 提前发现和找到这些金股呢 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因为很多人当他们发现而是当他们发现顶级手套 当他们发现这个best world的时候 已经早已经是很高了 这个就叫后知后觉 如果一个股民当这个金股刚刚要起 或者还没起的时候就已经提前发现 并且开始关注追踪它 那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接下来让我来揭秘这个方法 这就是红利软件的经典方法 先大后小 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金股观后感 因为刚才我们看了这么多好的股票 我相信看完以后 你不可能总是光光的觉得很过瘾 或者流口水 留着你的满电脑屏幕都是口水 也没有用 因为这些股票跟你没有关系 那么我们看完之后 要有什么感触呢 第一个 金股的爆发力都是很强的 要么200% 要么300% 要么是500%都有 但是问题是如何能够提前发现 就是一个提前发现 并且还能买了之后爆住呢 到了这儿 大家会觉得是不是有点抓耳挠腮 很难了呢 好 下面让我来分享一下我们红利软件的经典方法 先大后小 好 那么红利投资里念下的经典呢 叫做先大后小 那就是先人一步提前发现 那么先长后短 就是帮助你稳稳的爆住牛股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有先大后小和先长后短 这两个理念 而且红利软件还非常特有的将这两个理念 做成了两个分析的方法 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指标 但是其实它是一种分析的策略 它可以在软件上让你的理念变得形象化 而不是我们只讲一讲的先大后小先长后短 它将先大后小和先长后短实物化形象化 大家可以直接在软件上进行先大后小和先长后短的分析 那么通过先大后小就可以做到先人一步提前发现 通过先长后短就可以稳稳的爆住牛股 好 下面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做到第一步 在红利软件里当你点击图形分析的时候 里面呢 会有一项是先大后小 那么我们找到先大后小之后呢 就会发现它会帮你做到指数和个股的对比图 那么譬如呢 咱们新加坡的股票呢 我们在上方放上这个海峡指数 下面呢 放的是个股 那么一会儿呢 如果我们看马来西亚的个股呢 我们上面放的是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中和指数 下面放的是你的个股 那么在同一个屏幕上选择一个特定的时段 在同样的时间段下 我们对指数和个股进行对比 就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些秘诀 首先我们来对比的是 这支股票 这是5ER Best World 通过对比 大家可以发现在前面这一段 新加坡指数持续绵绵下跌 8月9月10月反弹 11月12月1月继续下跌的这段过程中 下方的5ER Best World 已经开始出现逆势上扬 缓慢下跌 于是当后面今年的二三四月 大盘开始走稳上涨的时候 这支股票就迎来了疯狂的大幅的上涨和拉升 所以在大盘下跌时 最能发现未来的潜在牛股 所以当大盘下跌的时候 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是 一个是通过学习来提高自己 另外一个是在下跌的时候 不能闲着 一定要想办法去挖掘出一些逆势上扬 抗跌的强势股 这样一旦未来市场走好 这些股票绝对有潜力 或者说有很大的潜力成为未来的大黑马 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5ER的图形 非常的明显 巴菲特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 这句名言呢讲的是关于那基本分析的 他指的是当潮水退去时才能发现谁没有穿泳裤 当然在基本分析里指的是当市场开始下跌的时候 当泡沫消失的时候 那些盈利能力差 公司没有价值的 或者因为泡沫而上涨的股票就会显露出来 就会跌得很厉害 但是我们通过技术分析的理解不是这样子 我们在技术分析指的是当股市下跌的时候 那些烂的股票会跌得更厉害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次将来宝拿出来提一下 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作为一个反面的案例 其实刚才在课程开始的阶段 我们已经对来宝进行过点评了 那么确实呢 这个股票的图形非常之清楚 因为前面的趋势中 当市场上涨的时候 他就开始下跌了 后面市场下跌的时候 他果然是跌得更厉害 这个应该叫做弱者横弱 而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我们的best word是强者横强 所以我们建议各位是在大盘下跌的时候 也就是潮水退去的时候 能够发现一些真正的强者横强的股票 好我们来看一下新加坡的这支5HG 这个股票同样是一个道理 在这一段我们的海峡指数下跌 连续下跌创新低的时候 非常的清楚 下方的图形开始逆势上扬或者横摆 注意当大盘下跌的时候 强势股票不见得一定要每天上涨 能够保持横摆 没有跟随大势下跌 抗跌的也是非常有潜力的股票 所以逆势上扬或者强势横摆的股票 我们都应该在下跌的市场里去多多留意 也许其中的哪一支就会在未来变成人人皆知的大黑马 好我们来看下一支 这一支呢是这个P8ACODLIFE 那么CODLIFE呢非常的明显 途中呢在这个位置去年的4月到8月的时候连续暴跌 但是CODLIFE在这个位置就已经是逆势上扬 不断上涨 然后去年的10月份的时候呢 股市有了一个月的反弹 它开始疯狂的上涨 而且后面市场暴跌 它依然上涨 所以我认为呢 CODLIFE呢是整个2015年新加坡市场里一支特别神奇的股票 因为一般的股票都是非常顺应大势的 所以我们经常讲当大势下跌的时候 80%的股票会下跌 当大势上涨的时候 80%的股票会上涨 而这支股票呢却恰恰成为了另类 原因是它不是在最后这个位置才刚刚成为一支另类的逆势上涨的股票 而是之前大盘没有很强的时候 它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走势 所以这还是一支强者很强的股票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支新加坡的股票 这是43D叫MM2 Asia MM2 Asia呢这个股票也得看得很清楚 这段呢我们它从上市之后稍微小跌了一两个礼拜之后就注底了 然后就一直绵绵不断的上涨 它的上涨倒不是说每天都很凶猛 但是却是稳稳的每天都慢慢的给你一个小惊喜 不断的上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股票呢 从这个位置就已经展现出来它的实力 大盘下跌它上涨 大盘下跌它横摆 大盘下跌它横摆 大盘大跌它小跌 大盘上涨它暴涨 这已经成为一个顺口溜了啊 所以说强者横强的股票在任何时候都值得我们去关注 为什么呢 你可以想象一下当大盘开始下跌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股票不跌呢 原因很简单 有一些资金在强力保护着它 不让它下跌 因为它们的成本就在这附近 如果再跌它们就要亏钱了 所以呢 这样的情况叫做装家护盘 那么散户护盘呢 经济实力是不够的 护盘一般是装家行为 所以我们觉得每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出现了这种横盘强势的股票 一定要重点关注 好 再来看一只 下面我们进入到马来西亚的这些金股的一个走势 也可以发现非常的明显 譬如这个位置这是我们的五零九九 二一摄 那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下跌反弹下跌反弹下跌反弹 当然了前面这个位置股市上涨的时候它也涨就已经比大势强了 但这段是最明显的就是股市咱们的吉隆坡指数 注意当你换成马来西亚的股票的时候我们要把上面的海峡指数换成吉隆坡指数 因为我们只有把马来西亚的个股和吉隆坡指数进行对比才比较合理 所以呢这个位置我们要求的是上方要换成吉隆坡中和指数 下方呢就配上这个大马股市的个股进行对比分享 那么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今年的咱们的二一摄大涨这段之前 指数在明显开始震荡下跌的时候经常会跌的比较深 但是呢我们的二一摄呢基本上就在这个位置保持慢慢的稳稳的横摆 可见呢其特点是明显强于大市的 所以后面的大市稍微上涨 这支股票呢就开始暴力上涨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利润 即使最近下跌这么多 这个R一摄呀还在不断的创出新高 可谓真正的是一只强者横强的股市金股 所以金股的秘密我是特别推荐大家 不要再等大盘都已经涨起来 或者大盘都已经涨得很高的时候 才会说哎呦李老师我们选选金股吧 错了每当大盘跌了一段时间已经跌得很惨了 大家都不太想做股票的时候 我们反其道而行 往往可以发现一些非常强势的机会 所以好股票绝对不是他好的时候你才能发现 而是他等还没有好的时候 你才发现这才证明了你的潜力 这才证明了你千里马被你发现你是伯乐的这么一个事实 否则的话呢 我们很难被称为医学大师和一个真正的股票赢家 好 我们看完了这个股票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只马来西亚的个股 这一只呢大家也能看到这个下面的是我们的7113顶级手套 顶级手套呢 其实在整个的2014和15年整个我们大马的股民应该很熟悉了 当然了最近他的下跌 这个咱们都知道 但我们讲的就是他最疯狂这段 他的最强势这段呢 刚才我们看到的价格是从两块涨到了四涨到了有五块左右啊 非常的强 那么为什么这个五块会这么强呢 还是那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图中这个位置啊 我们的指数吉隆坡综合指数在这一段绵绵不断乱乱的开始下跌反弹下跌反弹 而这一段呢开始下跌反弹的时候呢 下方的顶级手套也不是说就很牛 但最起码没有像指数跌那么多 而且基本上绝大多数时间呢 以横摆震荡为主 没有出现那种非常连续的夸张的暴跌 所以这只股票明显是强于大势的 因为大势在上面你看 他经常出现连续的下跌 所以可见在这一轮吉隆坡综合指数在绵绵下跌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股票呢是明显的强于他的 所以呢这就是一只强势股 然后后面的大盘稍微的上涨再下跌再反弹 而我们的股票呢就在最近的这段时间里绵绵不断的保持上涨趋势 不断的创新高 所以呢他的前提是大盘下跌的时候最容易发现一些牛骨 所以呢牛骨的摇轮黑马的摇轮金骨的摇轮无非都是一句话 要在大盘下跌的时候在逆境的时候才能发现人才 我们也通常到里当大盘下跌的时候我们才能发现一些牛骨黑马和金骨 好这个是刚才的这一只顶级手套 好这一只这一只的名字是0065啊 这个股票已经是很牛了 家喻户晓 那么很明显我们来看他最近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非常的牛 原因是他一直在往上走 但是在之前这段大盘呢 明显看到就是当指数不断的从高位往下跌 不断的创新低的时候 这个股票无动于衷 没有跟随大势向下走 也没有持续下降趋势 而是在这个位置持续的横摆 刚才我们讲过了 当大盘下跌的时候 逆势上扬和持续横摆的股票最适合我们关注 所以呢 7113之前的我们看过了 那这只0065呢 也是非常的明显 他就是横摆的 所以呢 在这个位置呢 指数下跌 他横摆就看得非常清楚 于是呢 指数下跌 我们这只股票横摆 后面指数经历了慢慢的震荡式上升 但是这只股票却迎来了拉升式暴涨 价格从五毛涨到了现在的将近两块 这真的是一支非常牛的股票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股票 那么这个同样是7200 也是我们刚才讲的几支筋股里面的一支 这个是taxing holding 同样的问题呢 走势几乎和刚才那个股票很像 就是当大盘呢 不断的进行向下的时候 这只股票呢 就横摆 可见呢 我们若想检验一支股票 是否能在未来产生大的机会和上涨 最好的办法就是看 当市场有了一个比较中期的调整的时候 它的反应是如何的 如果它能够顶住下跌横盘 甚至抑或是上扬的话 那这只股票一般都是具有潜力的 所以呢这个7200taxing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明显 在这个位置不断的上升 从3毛5涨到了1块4 这个也是非常的牛啊 所以说筋骨黑马的一个简单的方法 我们的理解 我们的建议就是打开我们的先大后小 当下跌进入到末端 或者是进入到跌的很惨的时候 恰恰是我们进行大量去分析 钻研挖掘好的牛股的时间 所以啊 成功的人走的路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 普通人总是在 哇塞 刘老师这个股票好牛啊 我可以买吗 都已经是股票涨了很多以后才买的 而不是在大盘一开始下跌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些好的股票 所以真正的好的股民绝对是先知先觉的 好 刚才我们又看到这只7200 好 看了这么多 我们应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也就是说要想抱住这个牛股呢 是第二个事情 但是你必须先提前发现 你提前发现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和最直接的这个效果 就是通过我们的红利软件的特色指标 先大后小去进行对比 如果这只股票是在大盘下跌时保持强势的横摆或者逆势的上扬 那么未来当大盘做底上涨之后 这样的股票呢 一般是有很大潜力成为未来的大牛股和大金股的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的这个方法 因为这个方法已经经历了很多年 所以刚才通过这八只金股 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 为什么这些股票会成为金股 无一例外 他们都是在大盘下跌的时候保持了强者的走势 所以未来当大势上涨的时候 他们也走出了强者横强 而且有些股票甚至走出了在高位之后 大盘下跌 但是他依然上涨 所以这样的股票一般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利润 当然前提是你得能够抱得住这只牛股 你得知道他是一只牛股 所以呢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部分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通过先大后小在指数中期调整的阶段去发现一些逆势 横板或者上扬的个股 作为我们买卖股票的一个蓄水池或者叫黑马池 未来一旦大盘开始走好 一旦机会来临 这些股票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利润 所以呢 这就是先大后小在下跌趋势里帮助股民发现牛股的魅力 您听懂了吗 我相信呢 尤其是红利会员应该明白了 这个方法其实完全是和我们的理念相结合的 而呢 我们的理念先大后小 先长后短 做熟不得生 其中最经典的两个理念就是先大后小 先长后短 那么如果我们在下跌趋势中 尤其是下跌尾端已经发现了这个一些牛股 我们通过的就是先大后小做对比 那么就算你真的在大盘开始走好时买入了这只牛股 但是绝大多数人大家也知道他是抱不住牛股的 原因是当你赚了钱以后 你很难知道要不要抱住这只股票 万一大势走坏 这只牛股也很普通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建议呢 各位使用的方法就是我们另外的一个投资理念衍生出来的方法 叫做先长后短 那么先长后短呢 他可以同时通过在一个屏幕上看月线蜡烛 周线蜡烛 和日线蜡烛三种不同周期的蜡烛图表 共同对比同屏分析进而达到一个分析判断 所以呢这个分析判断呢 当你把月周日图表完全进行同屏展示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的习惯呢 会结合一个非常简单的指标进行判断 那么去判断这只股票是否是一只牛股 我们是否要抱住 我们是否应该考虑要出手结束这次交易呢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个方法 如何通过先长后短 让自己买到的牛股能够很好的抱住 获得大的利润 首先呢 这张图呢 我已经是通过点图形分析里面的先长后短 将我们的股票同时在一个屏幕上 三种蜡烛进行对比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名字呢 会自动的放在下面 比如这里面写的是5ERBestWorld 这个名字 然后呢 这个股票呢 它的这个主图通过点的话呢 可以在红利的信号集里呢 找到 注意啊 下方的红利信号集 找到这个红白圈 红白圈是一种移动的平均止损指标 它呢 是红圈的时候 一般呢 代表的是支撑 代表的是比较好的信号 它如果是白圈的时候呢 一般代表的是阻力和压力 一般代表的是比较空方 比较不好的信号 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把自己的股票买在强势单边拉升的红圈 都不喜欢自己的股票在一个白圈的强势单边下跌的趋势 那么如何才能够很好的分析呢 根据先长后短 我们认为月线呢 代表的是长期趋势 周线呢 代表的是中期趋势 日线呢 代表的是短期趋势 譬如图中这支股票 截止到今天 也就是说美好世界这支股票 截止到今天已经到达了非常高的位置 这个不是美好世界 这个是0065excel 这个股票0065呢 已经到达了很高的价位 已经从很低 占到现在了 那么到底现在能不能再报这支股票呢 答案是很简单的 可以报 原因是目前为止这支股票 虽然在日线图上连续几天都是白圈 代表的是空方的看空的信号 但是日线呢 仅代表的是短期趋势 所以这个白圈呢 只能代表的是短期的回调 而我们的周线和月线分别代表的是中期和长期趋势 却还是处于红圈 所以这支股票现在仅属于强势的中长期上涨的过程中一次短期回调 如果从前买的这支股票依然可以考虑爆住 所以这就是月线周线同时红圈可以爆住股票的真正原因 所以呢 以后大家如果对自己的股票有问题的时候 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判断是否值得爆住这支股票 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月线和周线同为红圈 好 这是关于这个股票 我们来看这支股票 这是4 3 D MF2 这个股票呢 从上市之后的这一两年的时间 涨得非常不错 那么月线的一路红圈 周线的最近也是红圈 大家也应该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日线呢 也是红圈 所以就是月线红 周线红 日线红 样样红 满江红 所以可见呢 这个股票呢 是长期 中期 短期 都是走好的 那你说这支股票可不可以爆住呢 当然可以爆住了 所以呢 如果你的股票月线 你的周线 还有日线 三个都是红圈 这样的股票 一定要爆住 因为我们确定它是一支牛股 有可能未来成为大的金股 所以啊 月周日投持红圈 是一种非常好的信号提示 希望大家能够稳稳的抱住那些月周日同时红圈的股票 好 这支股票呢 是马来西亚的5099 这是L一摄 那么L一摄最近从低位开始连续的上涨已经涨了好几个月了啊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的图形很明显 L一摄的月线 红圈 已经是第四个红圈 周线 一路红圈 一路红圈 日线还是一路红圈 所以这支股票又是一个月 周 日 同时红圈 说明长期中期短期趋势信号都很美 这样的股票应该稳稳的抱住啊 因为前两天还有很多股民在微信上啊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发一些信息问说到底这个股票要不要继续抱住 那么我也跟他们讲了说这支股票呢 现在的话呢 如果从红利软件 呃 或者是技术分析 或者是一些比较我们常用的红利的指标信号来看 目前都还是比较不错的值得抱住 原因是 譬如咱们选择先长后短 真的是长期中期短期都是非常明显的红圈 所以应该抱住这支股票 好 下面我们来看这支股票 那么这支股票呢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支股票 那么这个名字谁呢 哎 这是7113 TOP GLOVE 顶级手套 那么顶级手套这支股票呢 大家都知道他在2014年和2015年 刚才我们讲到在马来西亚市场里呢 算是一支比较强势的股票 但是呢 从2016年这个位置开始他就不是特别强了 那么他这个股票呢 就开始调了 那么到底一幕应该 在刚开始调的时候选择一个位置卖掉呢 现在这支股票怎么样呢 其实大家要注意 就是当然了 现在这个位置是月线白圈 周线白圈 和日线啊 周线红圈 日线白圈 但是如果我们说回到三个礼拜之前 那么我相信他绝对是在这个位置 或者是更前的位置 他会出现 月线白 周线白 和日线白 如果一个股票月线周线和日线都是白圈 那不用看了 肯定不用做了 所以其实在之前我相信这个顶级手套一定是月线 周线日线三者都是红圈的 但是在去年的年尾和今年的年初这段时间 他就变了 变成了都是白圈 所以呢 我一会儿会给大家总结 到底什么样的类型的股票应该重点的暴度 就是你发现他是一只牛股 但是你也不可能暴一辈子 对不对 他肯定会有由牛股变成熊股的时候 他肯定有从筋股变成烂股的时候 好 我们给出一个简单的总结 那就是如果月周日同时红圈 那就不用看了 那这只股票一定是非常非常牛的股票 所以我们后面给出一个简短的一个总结 那就是月线白圈 周线白圈 月线红圈 周线红圈 日线红圈 同时红圈 强牛 这样的股票要不要暴住 肯定要暴住 而且你这样的股票可能还要继续上仗 第二种股票 月线和周线是红圈 仅仅是日线白圈 它是短期回调 一般呢 是不需要特别害怕的 因为你只有日线白圈嘛 说明中期和长期还不错 所以短期回调不见得会转成一个大的危险 所以当日线是白圈的时候 不用太害怕 因为它是短期回调 那么不管怎么看 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周线变白圈 就很危险了 比如说本来呢是月周红圈 日线白圈 那就是短期回调 但是过了几天 日线白圈还不够 一个周线也变白圈了 这就由短期回调 变成一个比较危险的中期调整 这样的股票一般就非常危险了 我们建议的是 这样的股票最好是能够卖掉回币风险 所以通过刚才的这几个图表 咱们可以重复看一下 比如说刚才的这样的股票 月周日同时红圈的 这当然就不用想了 拿住就可以了 但是像顶级手套这个股票 咱们如果可以退回到前面的位置 绝对会发现 因为先长后短 它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指标 那么可想而知月线的蜡烛 一根是一个月 周线是一个礼拜 日线是一天 那么每当日线退五个交易日的时候 周线会退一个交易日 一个蜡烛当月线退二十多个 二十二个左右 那么周线会退四到五个 而我们的这个月线会退一个 所以我们可以明显的判断出 顶级手套在前面的位置就会有白白白 也就是月线白圈 周线也白圈 日线也白圈 那就不用想了 这股票肯定是不能做的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这个顶级手套 一直不怎么起的一个原因 它已经早就不是一只强势的金股 它已经变成了一只非常弱势的股票了 好 所以通过刚才的分析 我们了解到一个特点 就是周线呢 在分析时特别重要 那么很多股民 如果你参加过一些比较高级的课程 都会听过这句话 普通散户做股票 看分时和日线 散户高手看周线 所以呢 周线呢 是能够屏蔽一些变 屏蔽一些片线的信号 准确率比较高 而且周线呢 比较能够分析中期趋势 因为在三种趋势里 中期最为重要 为什么呢 第一个 我们举个例子 当你短期走坏的时候 它如果不会变成中期走坏 那就没有大问题 如果短期走好 没有变成中期走好 也不会变成大的利润 对吗 而只有中期先有了走好和走坏 才可能未来出现长期的走好和走坏 所以中期特别重要 所以刚才这个图再次让我们理解到周线的重要性 好 刚才我们通过了这八大新马股式的金股 通过了先大后小 先长后短 两个红利软件的经典的方法 来协助各位提前抓到牛股 我们用的是先大后小 要求的是在下跌趋势中 发现一些提前抗跌的股票 未来将大市上涨的时候 这样的股票很有可能大涨 而一旦买完这些股票之后 最重要的是严格观察 它的月线和周线 我们用的是先长后短 如果月线和周线都是红圈 可以抱住 如果月线周线加上日线都是红圈 那就大胆的抱住 只要周线由红圈变白圈 赶紧了结 离开这只股票 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整体的先大后小和先长后短 帮助股民实现 把握住 黑马和牛股的技巧 我相信通过今天的我们这个简短的分析 你也应该了解到了这八大金股的蛛丝马迹 我们在未来的课程里呢 还会讲更多的关于这个的方法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实际的交易过程中 普通的小散户 如何能够到达股市高手呢 其实如果只要我们能够真正的发现一些机会 好好的学习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一开始股民在交易股票的时候 都是非常简单的 叫做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 那么他会认为 账就是好 跌就是不好 上账就高兴 下跌就害怕 这是新手 菜鸟 而经过了一段时间学习 会发现 其实有的时候 上账不见得是好事 尤其是在下跌的趋势过程中 短期的反弹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下跌 而同样道理 下跌也不一定是坏事 因为在中长期上涨的趋势里 如果回调之后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上涨 所以股民经过了一段时间学习和修炼 都会进入到第二个境界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所以我们相信 第二个境界是能够达到的 最高境界呢 就已经是完全看透了每日的涨跌和波动 能够看清真正的大方向 中长期趋势 所以是看山还是山 看水还是水 小的波动 小的变化 根本不会进入一个股市高手的法眼 那么我们红利软件呢 一直为广大股民提供的是知识 加工具 加心态 等于成功 所以您来到红利呢 我们会提供知识培训 我们会提供强大的红利软件 我们会通过课程和软件 让您形成良好的积极的向上的心态 好 那么加入红利呢 才能开始您的学习之旅 成为股市中的投资专家 我们在新马各地 其中在新加坡拥有 玉朗 毕山 CD号 三家分行 我们在马来西亚拥有 吉隆坡 宾城和新山三家本地分行 在两地我们有超过5000以上的会员 那么很多人都选择了红利 原因是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善的投资培训计划 只有经过了完善的投资培训计划 才可能在股市中获利 那么红利的配套到底是如何帮助股民的呢 我们来简单的讲一下红利的服务 首先呢 我们会给所有的会员呢 提供一个最新版本的红利软件 第二呢 我们会给会员提供的经典的技术分析课程 从蜡烛到均线到形态到指标等等等等 我们会提供软件如何基本操作 如何调出使用软件功能 我们会提供软件特色功能课程 我们经常会开设一些国外大师寻讲的课程 那么第一次加入呢 这个配套呢 包含新加坡 马来西亚 香港的数据 包含半年免费的使用 半年以后呢 每年是720新币 每个月是60新币的数据费 同时还赠送一个全亚洲唯一的实名制论坛 这个价值呢 是非常的高的 因为我们提供的是每周三到四节课程 每年200多节免费课程 对于会员 总价值是8100新币 那么仅需呢 2980新币 加上GST 就可成为我们的红利的配套 我们的会员 那么成为我们的会员之后呢 你如果今天听了我的课程 对我们的软件配套 很感兴趣 或者你有一些 对课程的问题 或者您做股票 有一些自己的问题呢 想单独呢 与我沟通 可以加我的个人Facebook号 收我的华语名字 吕赵军 或者加我的微信号码 John Lu1983 John Lu1983 也可以现在就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上面的这个二维码 利用你手机上的微信 加我为好友 当然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加6597882639 来发送你的问题 我们一定会及时尽量给您解答 因为我们知道 只要您想下定决心 改变自己 通过学习来做好股票 就一定会成功 好 以上就是关于我们修炼 新马股市八大金股秘诀的 系列课程的第一讲 我们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系列课程 还会有更多的专业老师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 欢迎各位股民朋友 继续收看我们的系列课程 本节课程到此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